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來開箱 Dyson 在2020年推出的全新輕量化無線吸塵器 叫做 Dyson Digital Slim 之前我在發表會的時候我就玩過這台 當下的心得就是 如果你正在猶豫要買哪一台吸塵器的話 我非常推薦你買Digital Slim 這一次堪稱是大改版 也是無線輕量化吸塵器的終極形態 為什麼這麼說呢 讓我們一起一起來開箱吧 Let's go 今年Dyson推出兩款無線吸塵器 那除了規格升級外觀也有微幅變化 那這次9月推出的新款很不一樣 整個從裡到外都翻新了 那甚至連型號也都重新命名 不再用V系列作為產品代號 而是改叫Dyson Digital Slim 那這樣下一台會叫什麼呢 不管 之後的事情之後再說 好這一次的組合叫Dyson Digital Slim Fluffy Extra 那Digital Slim一共有8款吸頭 包含這款主吸頭 全新清亮軟質碳纖維滾筒吸頭 以及我個人最常用的兩顆吸頭 這個是二合一組合吸頭 還有迷你電動渦輪吸頭 還有這次最特別的兩款全新 低促轉接頭 以及LED縫隙清潔吸頭 以高處清潔轉接頭 還有伸縮軟管 還有床墊吸頭 那待會我們就一個一個來介紹 我自己的第一台Dyson是V8 那後來陸陸續續的入手V10、V11 所以今天剛好可以跟你分享這幾代的改變 那Digital Slim 它跟前一代的V11長得很像 那從後面的半透明的圓弧造型 包含智慧的LED顯示面板 它會自動顯示目前的狀態跟電量 這部分是一樣的 那建議大家可以依照家庭清潔的需求 然後來選擇吸塵器 V11它是旗艦管吸塵器 那它很適合家裡屏數比較大 像是透天處啊 或者是想要深層清潔的朋友 那而這款Digital Slim 那整個就更輕更好拿 包含按鍵啊 槍柄握把跟集塵筒 都長得不太一樣 那像我這種小手人 也握得比較輕鬆 重量真的是非常重要 只要你有用過手持吸塵器 認真做過家事 打掃過10分鐘 你就會覺得 明顯差很多 Digital Slim 為了讓體積縮減 又不想影響吸力 那原本的氣旋跟馬達塞不進去 所以Dyson將馬達重新設計 採用全新設計的 Dyson Hyperdimia馬達 那整個材質跟結構 都縮減 而且它每分鐘可以轉速 達到12萬轉 而且Dyson不是來標榜 吸力永不衰減啊 而這一次Dyson Digital Slim 因為它體積縮減了 它的氣旋數量變成11個 那開口也加大變寬 所以它就可以利用離心力 然後避免氣流通道阻塞 達到吸力永不衰減 而Digital Slim跟 之前的V11 其實它的結構是一樣的 一樣從前面進氣採用一直線的 這個吸力的方式 那它會把灰塵留在集成筒 然後利用5層過濾系統 把灰塵全部留在濾網裡面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是全新的Digital Slim的濾網 那這是我自己家裡平常在用的 V11 非常的髒 它會保證 所有的灰塵全部都留在裡面 然後吐出來的空氣一定都是乾淨的 那Digital Slim 它的電池續航力在節能模式下最多可以使用40分鐘 透過LED面板下面都可以直接看到預估的剩餘使用時間 非常的直覺 要打掃多久你都可以抓得出大概的時間 那剛剛我們看到主機的外觀 還有馬達 氣旋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吸頭 那粗晴率最高的 輕量化碳纖維滾輪吸頭 這一次它的 設計也跟之前完全不一樣 變得更小變輕 然後它的高度也縮減了 那都減少了40% 使用起來的感覺也幾乎是一模一樣 而且重點是它變得很輕 那這個LED細縫清潔吸頭啊 我也覺得也非常厲害 前面有幾個超亮的LED燈 可以照亮暗處 那像是沙發底下啦 櫥櫃縫隙啦 或是家具的角落 那我就可以 輕鬆的去把裡面的髒東西啊 照亮然後洗乾淨 非常方便 還有這一顆是全新推出的 第一處清潔轉切頭 像這樣子 接上去 這時候啊你就可以 拿著它去清掃一些 比如說像床底下 那這時候你就不用彎腰啦 我覺得非常的貼心 像我老婆腰不好 我就可以拿這支給他用 那再來關於床墊的部分啊 床墊有兩顆吸頭 這個是床墊吸頭 那再來這個是 迷你電動渦輪吸頭 一般我都是直接用這一顆 那這個是用來吸床墊的 當你把它裝上去之後啊 你就可以拿它 去吸床 那我家連同我自己 一共有三個氣床額 我大兒子的過敏指數啊 上次去抽血檢查 真的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每週都會去幫他吸床 然後換床單 那吸床墊的時候啊 建議大家 都要把它開到強力模式 才能把卡在床墊的髒污做深層的清潔 有吸過真的有差 你看我這一次就吸了這麼多 那吸完之後要倒垃圾也非常簡單 那只要把吸頭拔掉 然後直接拿去垃圾桶 一鍵往這邊壓下去 就可以直接把垃圾清乾淨 那你手也不會弄髒 那如果你要清潔的話 也可以直接把這邊 捏一下 拉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去做清潔 非常方便 好最後我們來做一下總結 每個產業都會有一個指標 手機鍵裡面有蘋果 那家電裡面就是Dyson 他們一直被模仿 可是從未被超越 過去一年內 手持無線吸塵器整個大爆發 你真的可以在路上 隨便都可以看到一大堆 致敬Dyson無線吸塵器的廠商 真的是一大堆 可是說真的 他們雖然可以模仿外型 可是最關鍵的核心吸力 他們永遠跟不上 更別說他們致敬的 還只是三年前的Viva 現在的Dyson已經進步到 直線集塵 LCD面板 並且將整體輕量化 全機重量壓在1.9公斤 我前面這三台 你就可以看到他 有三代的變化 這是V10 他已經是直線集塵了 再來他有進化到 LCD面板 那今年 他就是把它做輕量化 那以我自己來說 這款無線吸塵器 每天用真的是超方便 而且他這一次的價格也不貴 單神DG TOS10真的是非常推薦你入手 超輕超好吸 而且超漂亮 我是雲霸 那這支影片就先到這邊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樣有V10 V11 有前幾代的機種 那請注意 他的膝頭是不能共用的 他接頭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的口徑接環也都完全是不一樣的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雲霸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